特效畫中在國外 一定是一個古老的記憶 但是它不只是說畫上去而已 還會以特殊的材料 來改變人體的外型 帶你去看一看 假設你被割到 好 基本上一個簡單的傷口 就是大概這樣 一到五公分的傷口 透過畫筆 色料和膠水 就能在手上逼真傳神 讓旁人看了都感覺疼痛 這就是妙筆生花的特效化妝 聽說怎麼會投入特效化妝 其實算是滿不小心的 因為一開始只是想去國外 就是學化妝不同的化妝技術 因為在出去前 我就已經在做一般的彩妝 對 那只是因為 我以前是念美術的 那會想要挑戰就是 更多不一樣的化妝技巧 然後經過朋友的介紹 然後知道了國外的 有一間學校在教化妝 但因為國外的化妝學校 都是全方位的 所以就是我去那間學校 剛好對特效化妝是比較著重的 所以就在那邊學了這個技術 73年次的蕭百城 離開學校之後 就進入特效化妝的圈子 和工作夥伴劉險家 一起開了間工作室 約莫20坪的空間 隱匿在台北市龍江路 一棟老舊公寓內 歷年作品佔據屋舍 一進門就看到兩尊真獰鬼頭 不只觸目金星 還帶點頭皮發麻 然而與鬼為伍的生活 卻已成為蕭百城 和劉憲家的家常便飯 印象比較深刻是要做一個獅裝 就是因為導演滿講究的 就是要做這個屍體死亡之後 可能過了多久 然後我要去研究那個獅斑出現的時間 所以我就去研究獅斑 然後你就要看真的屍體 然後那時候有一點點覺得 就是拿稍微遠一點看 然後知名一點就還好 就是看detail反而還好 可是你看全貌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看很真實的照片 所以有時候跑出來的就是 就是真實的屍體 特效化妝在國外 其實已經有百年歷史 很多人以為只要把臉塗白 抹點血漿 就能稱得上是特效化妝 然而在定義上 它指的是 以特殊材料改變人體外型 必須利用真人臉型加油添醋 在百家堂的牆壁上 掛了好幾張熟悉面孔 彭于彥 郭彩杰 楊佑寧 還有田中千惠 都曾經因為電影成為合作對象 這個是詩意裡面的角色 就是詩意裡面田中千惠的角色 要做一個完整的角色的話 你剛開始一定要先把這個演員翻下來 也就是他這一張假皮背後的塔 就是這個演員的本身 假皮才能真正改變人的臉部的一些結構的東西 像不管是你的顴骨啊 還是你的肉 還是你的眉骨 以接案方式經營 2011年至今 百家堂畫過的電影可不少 花樣 詩意 還有和彭于彥合作的激戰 皮開肉戰的商裝 恐怖害人的鬼裝 都已經難不到蕭百成跟劉顯嘉 問他們畫過這麼多角色 還想挑戰什麼 蕭百成說 獸型人 半獸人 是他目前最想征服的裝校 說著說著 他的雙手就開始捏起了模型 所以現在是想要做一個獅子的臉 獅子 是動物的獅子 對啊 就是一個獸的樣子 獅面人經過蕭百成的喬獸 大約半小時已經現行 作品做得好 他們逐漸在香港 中國打出知名度 工作室越來越上軌道 華語片許多劇組都成了老主顧 我們最主要就是電影 因為電影會比較多不一樣的角色 再來就是可能廣告 一些比較創意的部分 我覺得這工作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們每一個案子都不一樣 就是不會重複到 所以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玩法 這對我來講是覺得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一個routine的工作的話 我還蠻喜歡這份工作的 快樂工作 工作快樂 兩位青年級生把興趣融合事業 苦中也能作樂 運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在電影角色中創造成就感 雖然特效化妝還是在台灣 是個少見的行業 不過在國片加溫的年代 相信他們未來會有更多發揮的舞臺 謝謝您收看 贏在地球城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